尼西米纪第十一章 百姓的首领住在耶路撒冷 其余的百姓撤迁 每十人中十一人来住在圣城耶路撒冷 那九人住在别的城邑 凡甘心乐意住在耶路撒冷的 百姓都为他们祝福 以色列人 祭师 立位人 尼提林和所罗门仆人的后裔 都住在犹大城邑 各在自己的地业中 本省的首领住在耶路撒冷的记载下面 其中有些犹大人和变亚敏人 犹大人中有法勒斯的子孙 乌西亚的儿子亚他亚 乌西亚是撒加利亚的儿子 撒加利亚是亚玛利亚的儿子 亚玛利亚是士法提亚的儿子 士法提亚是马勒列的儿子 又有巴禄的儿子马西亚 巴禄是古和西的儿子 古和西是哈赛亚的儿子 哈赛亚是亚大亚的儿子 亚大亚是约亚利的儿子 约亚利是撒加利亚的儿子 撒加利亚是士罗尼的儿子 住在耶路撒冷 法勒斯的子孙共468名 都是勇士 遍亚敏人 中有米苏兰的儿子沙禄 米苏兰是约叶的儿子 约叶是皮大亚的儿子 皮大亚是戈赖亚的儿子 戈赖亚是马西亚的儿子 马西亚是以铁的儿子 以铁是耶撒亚的儿子 其次有加败撒来的子孙 共928名 西基利的儿子约尔 是他们的长官 哈西努亚的儿子 犹大是耶路撒冷的护官 祭司中有亚金 又有约雅利的儿子 约大亚 还有管理神殿的西莱亚 西莱亚是希勒家的儿子 希勒家是米苏兰的儿子 米苏兰是沙都的儿子 沙都是米纳约的儿子 米纳约是亚西图的儿子 还有他们的弟兄 在殿里共职的 共822名 又有约罗汉的儿子 亚大亚 耶路撒是皮拉利的儿子 皮拉利是暗喜的儿子 暗喜是撒加利亚的儿子 撒加利亚是巴斯护尔的儿子 巴斯护尔是玛基亚的儿子 还有他的弟兄做主长的242名 又有亚撒列的儿子亚马帅 亚撒列是亚哈赛的儿子 亚哈赛是米什利默的儿子 米什利默是阴脉的儿子 还有他们弟兄大人的勇士 共128名 哈基多林的儿子 撒巴蒂叶是他们的长官 利未人中有哈树的儿子 释马亚 哈树是亚历干的儿子 亚历干是哈沙比亚的儿子 哈沙比亚是布尼的儿子 又有利未人的主长 沙比太汉约沙巴管理神殿的外事 祈祷的时候 为称谢灵手的是米家的儿子 马他尼 米家是沙比的儿子 沙比是亚撒的儿子 又有马他尼弟兄中的巴布加为父 还有撒母亚的儿子亚大 撒母亚是加拉的儿子 加拉是耶度顿的儿子 在圣城的利未人共284名 守门的是雅谷和达门 并守门的弟兄共172名 其余的以色列人 祭司利未人 都住在犹大的一切成义 各在自己的地业中 尼提灵却住在厄斐勒 西哈和基斯帕管理他们 在耶路撒冷利未人的长官 管理神殿事务的是歌唱者 亚撒的子孙巴尼的儿子乌西 巴尼是哈撒比亚的儿子 哈撒比亚是马他尼的儿子 马他尼是米家的儿子 王为歌唱的出命令 每日攻击他们必有一定之良 犹大儿子谢拉的子孙 米是撒比亚的儿子 皮他西亚辅助王办理犹大民的事 至于村中和属村庄的田地 有犹大人住在基列亚巴和属基列亚巴的乡村 迪本和属迪本的乡村 叶甲靴和属叶甲靴的村庄 耶稣亚摩拉大伯帕列 哈萨书亚别斯巴和属别斯巴的乡村 喜格拉米格拉和属米格拉的乡村 因尼门索拉、耶莫、沙罗亚、亚杜兰和属这两处的村庄 拉吉和属拉吉的田地 亚西加和属亚西加的乡村 他们所住的地方是从别斯巴直到新嫩谷 边亚敏人从加巴起住在秘末 亚亚、伯特利和属伯特利的乡村 亚拉图、罗伯、亚兰亚、加索、拉玛、吉他因 哈迭、喜边、尼巴拉、罗德、阿罗、匠人之谷 立位人中有几班曾住在犹大地归于遍雅敏的 尼西米记第十二章 同则撒拉帖的儿子索罗巴伯和耶稣亚回来的祭司 与立位人记在下面 祭司是西莱亚、耶利米、以斯拉、亚玛利亚、马路、哈图、释迦尼、利宏、米利末、亦多、金顿、亚比亚、米亚民、玛迪亚、毕迦、斯玛亚、约亚利、耶大亚、撒路、亚木、希勒家、耶大亚 这些人在耶稣亚的时候做祭司和他们弟兄的首领 立位人是耶稣亚、宾内、贾灭、斯利比、犹大、马他尼 这马他尼和他的弟兄管理称谢的是 他们的弟兄巴布加和乌尼造自己的班次与他们相对 耶稣亚生约亚金,约亚金生以利亚时 以利亚时生耶和耶大,耶和耶大生约拿丹 约拿丹生亚度亚 在约亚金的时候 祭司做祖长的西莱亚族有米拉亚 耶利米族有哈拿尼亚 以斯拉族有米苏兰 亚玛利亚族有约哈南 米利古族有约拿丹 士巴尼族有约瑟 哈林族有亚拿 米拉约族有希勒凯 亦多族有沙加利亚 金顿族有米苏兰 亚比亚族有希基利 米拉民族摩 摩亚里族有皮勒泰 毕加族有沙姆亚 司马亚族有约拿丹 约亚利族有马特兰 耶大亚族有乌西 沙来族有加莱 亚牧族有希勃 希勒加族有哈沙比亚 耶大亚族有拿坦业 至于利未人 当以利亚时 耶和耶大 约哈南 亚度亚的时候 他们的族长记在侧上 波斯王大流士在位的时候 做族长的祭司也记在侧上 利未人做族长的记在历史上 直到以利亚时的儿子 约哈南的时候 利未人的族长是哈沙比亚 斯利比 贾灭的儿子耶稣亚 与他们弟兄的班次相对 照着神人大卫的命令 一般一般的赞美称谢 马他尼 巴布加 厄巴迪亚 米苏南 达门 雅谷是守门的 就是在库房那里守门 这都是在约沙达的孙子 耶稣亚的儿子约亚金和神长尼西米 并祭司文士以色拉的时候有职任的 耶路撒冷城墙告成的时候 庄民就把各处的立位人 遭到耶路撒冷要称谢歌唱 敲拔鼓舍弹琴 欢欢喜喜地行告成之礼 歌唱的人从耶路撒冷的周围 和尼陀法的村庄与伯吉甲 又从迦巴和亚马福的田地聚集 因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 视为为自己立的村庄 祭司和立位人就洁净自己 也洁净百姓和城门并城墙 我在犹大的首领上 使称谢的人分为两大队排列而行 第一队在城上往右边向粪场门行走 在他们后头的有和撒亚与犹大首领的一半 又有亚撒利亚 以色拉 米苏兰 犹大 汴亚民 司马亚 耶利米 还有些吹号之祭司的子孙 约拿旦的儿子 撒加利亚 约拿旦是司马亚的儿子 司马亚是马他尼的儿子 马他尼是米该亚的儿子 米该亚是撒克的儿子 撒克是亚撒的儿子 又有撒加利亚的弟兄司马亚 亚撒利 米拉来 基拉来 马爱 拿坦业 犹大 哈拿尼 都拿着神人大卫的乐器 文士 以色拉引领他们 他们经过全门往前 从大卫城的台阶 随地市而上 在大卫宫殿以上 执行到朝东的水门 第二对撑谢的人要与 那一对相迎而行 我和民的一半跟随他们 在城墙上过了炉楼 直到宽墙 又过了以法连门 古门 渝门 哈南夜楼 哈米亚楼 直到阳门 就在护卫门站住 于是 这两对撑谢的人 连我和官长的一半 站在神的殿里 还有祭司以利亚经 马西亚 米拿明 米干亚 以利约乃 撒加利亚 哈兰尼亚 吹号 又有马西亚 司马亚 以利亚撒 乌西 约哈南 马基亚 以兰 和以谢咒乐 歌唱了 就大声歌唱 伊斯拉 西亚 管理他们 那日 众人献大祭而欢乐 因为 神使他们大大欢乐 连护女 带孩童 也都欢乐 甚至 耶路撒冷中的 欢声 听到远处 当日 派人管理库房 将举祭 出手之物 和所取的 十分之一 就是按各层 田地 照律法所定 归给 祭司和 立位人的份 都收在里头 犹大人 因祭司和立位人 共职 就欢乐了 祭司立位人 遵守 神所吩咐的 并守 洁净的礼 歌唱的 守门的 照着大卫 和他儿子 所罗门的命令 也如此行 古时 在大卫和 雅撒的日子 有歌唱的灵长 并有赞美 称谢神的诗歌 当 所罗巴伯和 尼西米的时候 以色列众人 将歌唱的 守门的 每日所当得的份 攻击他们 又给立位人 当得的份 立位人 又给亚伦的子孙 当得的份 诗篇 第118篇 你们要称谢 耶和华 因他本为善 他的慈爱 永远长存 愿以色列说 他的慈爱 永远长存 愿亚伦的家说 他的慈爱 永远长存 愿敬畏 耶和华的说 他的慈爱 永远长存 我在急难中 求告耶和华 他就应允我 把我安置 在宽阔之地 有耶和华 帮助我 我必不惧怕 人能把我怎么样呢 在那帮助我的人中 有耶和华帮助我 所以我要看见 那恨我的人遭报 投靠耶和华 强势依赖人 投靠耶和华 强势依赖王子 万民围绕我 我靠耶和华的名 必剿灭他们 他们环绕我 围困我 我靠耶和华的名 必剿灭他们 他们如同风子围绕我 好像烧荆棘的火 必被熄灭 我靠耶和华的名 必剿灭他们 你推我 要叫我跌倒 但耶和华帮助了我 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是我的师哥 他也成了我的拯救 在一人的帐篷里 有欢呼拯救的声音 耶和华的右手施展大能 耶和华的右手高举 耶和华的右手施展大能 我必不致死 人要存活 并要传扬耶和华的作为 耶和华虽严点理成自我 却未曾将我交与死亡 给我敞开一门 我要进去称谢耶和华 这是耶和华的门 一人要进去 我要称谢你 因为你已经应允我 又成了我的拯救 将人所弃的石头 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 这是耶和华所做的 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 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耶和华求你拯救 耶和华求你使我们亨通 奉耶和华的名 来的是应当称颂的 我们从耶和华的殿中 为你们祝福 耶和华是神 他光照了我们 你当用绳索把祭身拴住 牵到坛角那里 你是我的神 我要称谢你 你是我的神 我要遵从你 你们要称谢耶和华 因他本为善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我看你不见得了 他人 我看你不见得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